ok 要重新开始下载那个小云点播 so 首先我们要洗掉旧的小云点播先 so 我们所谓 我们需要去上面 这个设置 按进去 然后我们就要选系统 进去系统里面 然后我们找应用 看到吗 应用 应用了进去 我们找回那个小云点播 ok 小云点播在这边 按进去 有一个卸载的 看到吗 卸载好了 按进去 ok 他问你是不是确定 我们就确定 确定他 他就会 他就会问你 啊 取消还是确定 我们就选确定咯 一样咯 ok 确定按多一次 他就会已经 已经洗掉了 so 要怎样录回去的话呢 我们就去回 前面这边 ok 就是 我们可以按 button 这个物质的 按一下 他就来这边 然后这边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or object吗 or object ok 进去这个or object 按进去 等一下 它再转 ok 按进去等一下 它再转 ok 我们要打6868咯 其实它这个之前已经有了啦 我们打这个6868c.cc 通常打一个6它跑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就打6868 ok 有的话按下来 ok 我们按ok 进去 进去好里面呢 我们就找回我们的那个 我们要录回的那个software咯 就叫小鱼点拨 好的话就按ok 他上面呢 就会显示小鱼点拨在下载这 我们等他下载完 ok 等他安装 ok 等他安装 ok 来 下面写着安装完毕 下载 Azadiè 会有点...拿点时间啦 会有点慢 OK,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就推出,也是按回那个物质 你就看到下面一个小影点波了,这样按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重新开始看你们的戏了 就是你们要的更影啊,连戏剧啊都可以 当顾动中 比如说我们去电视剧 过后,那我们选这个啦 OK,新闻女郎,我们就好了,就按播放 OK,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